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在这里开设了一家餐馆 之后他们将生意流线化 集中制作汉堡和薯条 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售 后来一名生意上的熟人 雷克罗克买下了这家店的产权 创造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 原子上的一家私营博物馆 最近刚刚庆祝75周年纪念日 托米布尼斯当时 时时来光顺 当时是深受本地青少年欢迎的会有场所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去其他地方 例如像奇波特雷一样的餐馆 这个不断扩大的墨西哥风味连锁餐厅 首都华盛顿中国城的这家奇波特雷加盟店 吸引了姚欧姆藤等顾客 南加州大学的行业分析师 萧恩·希阿特说 奇波特雷是新兴的快速休闲餐饮的一部分 安格斯牛肉做的汉堡 加或者不加番茄 这是一家纽约热狗汉堡连锁店 姚克夏提供的配方 该餐馆今年进行了首次的公开务股 希阿特说 新的连锁店迎合是千禧一代 也就是2000年左右成年的年轻人 麦当劳面临利润的下降 同时正在应对去年中国供应商提供过期肉的 新闻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个丑闻也都毁坏了 包括肯德基在内的百姓餐饮的名声 麦当劳已经将菜单多元化 增加了更为健康的食物选项 由于美国员工要求加工资 麦当劳还在探索自动化操作 使食物更加客制化 减少劳力成本 行业分析师说 快餐业巨头需要创新 跟上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和个人口味的步伐 记者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 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排列出 猛马像的完整基因组合 为复制4000年前 地球上巨大的食草动物 而跨出第一步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斯格布尔的报道 夏皮罗正在加拿大欲空地区一座矿区 在找远古动物化石 夏皮罗是加州大学生态学副教授 在他赞写的《怎样复制万马一书》中 构上大象的远古近亲万马復生 但是这是一种复杂的过程 和1990年代中复制绵养多利不一样 那种方法不适合万马 但是基因组合提供了另外一种渠道 夏皮罗说 通过鉴定万马和他的近亲亚洲大象基因的不同 研究人员为重组基因创建了平台 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麦克菲闻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夏皮罗回答说 去灭绝的作用不是要令到过去复活 而是要保护今天受到威胁和频危的物种 如果我们可以制作一个物体 以帮助这种物体 或帮助灭类型的物体 我们可以选择生存的物体 或重新建设计和重新生物体 麦克菲不赞成这种看法 夏皮罗欢迎讨论 特别是在采用去灭绝技术之前 他说近期内不会使用这种技术 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报道 谢谢收看美国针制作的美国传讯 我是任敬阳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